野餐 那時我們吃午餐 廚校都會過來這裡吃 當時來說是其中一個比較特色的吃下午的地方 我覺得很可惜的 因為始終是一個共同的回憶 我覺得很可惜 就是香港的很珍貴的東西 越來越慢慢沒有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